Pattern Recognition 最基本的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Pattern Recognition 的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因為今天的作業馬上就會用到 也會用到我們上星期講的PCA 要做什麼事情呢 今天要做的是人臉辨識 人臉辨識其實是一個蠻困難的問題 那麼PCA是一個被人家提出來 是用在人臉辨識裡面一個基本的方法 那PCA我想上次數學我們打到一半 那我會繼續把它打完 那在介紹PCA之前呢 我先介紹一下什麼叫KNNC 簡單講的KNNC全名叫做 K-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 就是一個分類器 那分類器的概念呢 其實也蠻簡單的 簡單講呢 譬如說 我們全盤有80個人 還有記得今天要點名 所以 所以點名一次晚上要 開始要收集每一個人眼睛的資料 還有 你的人臉的照片 全部要收集下來 所以 沒有被拍到就會被抓出來 所以 可以 我上課是不會點名 但是 實驗課的時候會一個一個要拍照片 好 我們來看看 假設 請問那台 我每次在看那台電話商 為什麼它那個會一直晃啊 那邊線會一直晃 它可能那根左的轉動吧 就是它整個也在轉 稍微在轉 然後下面那個 OK 好 不管它 來 我們假設我們全班有80個人 80個人呢 我們要把它分男生跟女生 好 那麼分男生跟女生呢 最基本呢 男女是怎麼定義呢 當然是我是驗你的DNA嘛 DNA有 男生是染色體是什麼 XY 女生呢 可能是XX之類的 染色體就定義了所謂的男女 當然有些例外我們不用管它 有些什麼 男變女女變男之類的 那種我們先不管它 好 根據DNA呢 我就知道你是男是女 但是呢 我必須要從你的外型來判斷 你是男是女 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呢 我第一個 這邊代表每一個人 譬如說打X的是男的 打圈的是女的 打X的每一個男的呢 我抓他什麼呢 第一個維度是頭髮的長度 大部分的人頭髮 男生頭髮是短的 女生頭髮是長的 這個例外在這裡 有一個例外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feature 你可以量測得到 第二個feature呢 你抓他的聲音的 假設你可以量到他的音高 pitch的高低 男生講話呢 pitch通常會比較低一點 女生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樣的話 你看 譬如說 先抓那位同學 出來 好 很不幸的他頭髮是屬於比較短的 所以短到這裡來 然後呢 他的聲音呢 也可能是比較低一點 抱歉 他的頭髮是比較長的 所以會拉到這裡來 頭髮比較長 但他的聲音是屬於低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這一點 然後你把每一點打上去 男生就打X 一路打打打上去 女生呢 就打圈 一路打打上去 這時候你就會看出一個 大概的趨勢出來 所以女生大部分在這裡 有沒有 就偏向整個圖的 右邊上面 因為他的頭髮是比較長的 聲音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邊是屬於女生的資料 男生呢就屬於在這裡 他的頭髮是比較短的 聲音是比較低的 音頻比較低 所以大概會在這部分呈現 那這個就叫做我們的訓練資料 訓練資料就是已知的資料 再過來你抓到一個人 你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的 那就是 你就量他頭髮的長度 量他聲音的高低 我就打一點上去 譬如說這個人在這裡 這個人在這裡 請問他是男的還是女的 那這邊就有幾種做法 最簡單的做法呢 是我找他最近的鄰居 跟他最近的 譬如這一點我不知道是男還是女 但是這個跟他最近啊 對不對 距離上來看這個跟他最近啊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男的 那這個八成也是男的 這是一種方法 所以叫carry's neighbor 我在這裡 k等於1 我就抓一個最近的 另外一種方式呢 我可以抓譬如說三個最近的 有沒有 這一點在這裡 但我抓三個最近的 一個說他是男生 兩個說他是女生 我們就投票 三個裡面去投票 發覺這兩個占大多數 那我就說這個應該是女的 所以但是這個人剛好是在bonder上面 但是就是可能是男的也是女的 都有可能 有的女生聲音也會比較低沉 有的男生就像頭髮也會很長 所以這個剛好在bonder上面 但是呢這就是一套方法 就是你給我一組訓練資料 那我最簡單的方式呢 我就找就所謂的k nearest neighbor 找到以後再來投票 那就知道說進來的點是屬於哪一類 所以呢這個叫做 簡稱的叫k nnc 通常k是取等於1 我就抓最近哪一點 我就知道他是哪個類別 那麼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所謂的pattern recognition的方法 或是data classification 我們往下看 那麼一般來講呢 in general 我們這個pattern recognition 簡稱pr 它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第一個呢你要做feature extraction 譬如說再過來我們碰到的範例就是人臉 每一個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拍十張照片 拍完之後呢 這個十張照片假設就是標準答案 然後假設我們的教室很先進 那你要進來之前我要拍張照片 一拍我比對 我就知道你這個人是誰 那就知道你今天有沒有來上課 那就需要去辨識 但是呢原始的資料呢是 就一張圖片而已 並沒有feature 並沒有它的特徵我們並沒有抽出來 所以你要把特徵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呢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人 每一個人呢是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呢 我這邊所謂的feature extraction 就是把它頭髮的長度量出來 把它聲音的高低量出來 那就用一組XY的資料 分別代表頭髮長度和聲音的高低 來代表這個人 所以這叫做feature extraction extract出來後呢 你要建造一個model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直接把data擺上去 然後新的資料進來 找一個最近的 那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叫knearestneighbor 那最後呢你就根據這個model完之後 進來一筆新的資料我就找最近的 這叫做evaluation 好簡單的看一個範例 那麼如果說我們k等於1的時候 叫1NNc 1nearestneighborclassifier 那麼我們之前講過 你要找 你可以這些是點 這邊是男生的點在這裡 女生的點在這裡 那我可以用三角形把它連起來 我們之前講過就是 連的時候呢 盡量形成是一個瑞角三角形 連完之後呢 我可以把它做中垂線 有沒有 沒有 這個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叫1NNc 那一個三角形 我做中垂線 中垂線 中垂線 那一個三角形 我做中垂線 中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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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三角形成什麼心啊 外心嘛 學過嘛 就是 在中垂線上面認一點 到兩邊的距離是一樣遠 都一樣遠 那你把它畫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畫出來 你可以想像 每一個原始的資料 就好像一個細胞核一樣 那好幾個細胞擠在這裡 那每個細胞核有一個勢力範圍 勢力範圍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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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要進來任何一點 只要掉到它的勢力範圍裡面 它就是 它最近的資料點就是這一點 掉到這裡就是這一點 掉到這裡就是這一點 所以等於說掉到這裡 我就屬於這一類 掉到這裡我就屬於這一類 掉到這裡我就屬於這一類 那這樣把它畫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發覺 它的分界點就很明顯 可以看得出來 分界點就在這裡 這樣子就把它分開來了 所以我們下一張投影片就是 有沒有把它照起來 照起來 那下一張投影片把它照起來 所以分界點就在這裡 所以最後我就得到說 我不管你這上面的資料是怎麼樣 根據這些資料點我就知道說 我的Decision Boundary就是這個樣子 任何一點只要掉到這邊 我就說它是女生 掉到這邊我就說它是男生 所以這就是一個所謂的Decision Boundary 那這Decision Boundary會是 所謂的Piece-wise Linear 因為都是在這裡都是直線 直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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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這樣把它切開來 所以叫Piece-wise Linear 所以這個圖又叫Venonoid diagram 但這個圖只是好看而已 它事實上沒什麼用 所以沒什麼用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只是抓 你看這是二度空間的圖 如果在三度空間呢 就變好幾個點在空間上 那每一點也是這樣站住一個區域範圍 但那就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四度空間呢 五度、六度、七度、一百度呢 它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圖呢 只是讓你一個概念說 在二度空間 最後會形成一個Venonoid diagram 但是一到高度空間 完全沒有用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我們看看這個Strength 它的好處 KNC的好處呢 是簡單 資料過了 我覺得離它最近的點 我就是同一類 這個非常直覺 然後我們幾乎不需要做Data Modeling 所以Data Modeling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後面會再提到 就是有時候 你要長出一個機率密度函數 來代表這些資料等等 那這邊幾乎不用 因為資料進來我就擺在那裡 那新的一筆進來 我就直接算距離 就知道了 它的壞處呢 這邊是它的好處 壞處呢 要算很久 Dataset如果今天有 一萬筆 一百萬筆 那你要進來新的一點 你就要算一點到一百萬點鐘的距離 所以它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麼這K也是一個問題 通常我們K不知道定多少 就直接定成1 那如果你覺得那個資料非常noisy 常常有很多雜訊在裡面 K就稍微定大一點 但是我們並沒有一個好辦法 有時候就是 Try and Error 試看看 那另外一個比較麻煩的是 我們也是要rescale the dataset along each dimension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譬如說我的頭髮長度 大概譬如說 五六公分到十幾公分 好 身高呢 身高譬如說 160到180 那體重呢 體重 譬如說 60到80公斤 那你的pitch呢 你的聲音的音高呢 音高可能是 譬如說200Hz到400Hz中間 每一個參數呢 它的 它的 範圍都不一樣 所以既然你這算距離的時候 就 有時候 有的東西範圍拉很大的時候 它就會dominant 所以你這時候有需要把資料 稍微把它壓縮一下 這個叫rescaling 就是 你需要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有時候稍微 它的範圍太大 要把它壓縮一下 有時候範圍太小 要把它拉開一下 那至於要怎麼做rescaling 才得到最好的效果 這個也是 並沒有一定的方法 沒有一個定論 沒有說一次到位 我就知道說 這樣rescale 我就可以讓我得到最好的辨識率 那這邊有一些 這個k-nearest number的變異性 就是可以做一些什麼前處理 可以做什麼樣的變化 這個細節 我們先跳過去 不用管它 那這邊有一個demo 這demo 你就是到我們的 這個我們書裡面的網頁 這上次也講過 你可以抓下來 那你就可以拖著這個東西走 一直走 那你就發覺它那個細胞核一直跟著 跑來跑去 跟著它一直跑 這個我上次demo過 所以細節我就不再講 以這個範例來講 假設資料點在上面 有沒有這個是 現在這個是分成三類的資料 這是第一類 這是第二類 這是第三類 那我就把它decision boundary畫出來 這時候是我直接根據資料 下去印算把它算出來 那你也可以看到 那個網路內 diagram的影子在這裡 有沒有 這兩點中垂線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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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點中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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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一點 在這平面上每一點呢 我可以畫出來 它到class1 到第一類的距離 那麼各位回頭看這個資料點 是這個樣子 資料點 譬如說這是第一類 這是第二類 這是第三類 那可以算上面認一點 到第一類的距離把它加起來 到第二類的距離把它加起來 到第三類的距離把它加起來 就可以得到這樣的圖 這是到第一類 因為第一類都在這裡 所以你的點都在這裡 它的距離都很短 點跑離第一類比較遠 距離就會變高 這邊也是第二類在右上角 這一塊 第三類在右下角 這一塊 所以這樣把它畫出來 那再比大小 其實它的bundle就會出來了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 就是我用幾個代表點來表示 這邊這麼多點 我可不可以找代表點 那找代表點用什麼方法 用kmeans 各位還記得吧 直接 譬如說這麼多點 好 抱歉我只要取四個代表點 我就跑kmeans 跑完之後 我發覺這一群資料 它代表點就只剩下這四點 一二三四 這四點 這一點大概就是這一群 另外這三點 分別代表這一大群 那也是一樣 這一些資料 我用四點來代表 在這裡 這些資料 我用四點來代表 這顏色比較不明顯 那這樣的話 利用這個 這叫做所謂的 prototype 每一個class呢 我可以找出幾個代表點出來 這些代表點就叫 prototype 那利用這 prototype 來進行分類 像運算量就會少很多 譬如說原先這裡有100點 那我就降成四點 所以隨便進來一點 我要算距離 原先要算 一點到300點的距離 100 100 100 到300點的距離 這時候就變成 我算一點到12點的距離 那它的 decision boundary 很快就出來 然後計算也會快很多 所以這就是其中 對資料縮減的一種方式 讓它資料變少一點 然後計算量也會跟著變小一點 那這個只是一個預告 跟你講說不同的分類方法 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那其他分類方法 我們也還沒講 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個是 nearest 這K應該拿掉 one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 多了一個C 應該one nn classifier 那你就會發覺 它都會把你切開來 切得很密 那如果用quadrated classifier 它把它分類 所以這三類它切出來 boundary是這個樣子 用naive patient classifier 它的分類又是這個樣子 那這兩個 我們現在還沒講到 可以不用管它 那你至少知道說 說這個one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 是什麼意思 就是隨便進來一點 我就直接找最近的 所以隨便進來一點 它是找最近的 所以它硬是把你切開來 會切出這種很不規則的形狀出來 那如果其他像quadrated classifier 它切出來這個曲線 已經是二次次 所以是一個平滑的曲線 那if patient classifier 也是一個平滑的曲線 一旦是平滑的曲線 就不可能說 像這種情況 彎來彎去 這時候有些資料呢 有沒有 像這個綠色的點 應該是屬於這一類 那因為它是平滑的曲線 所以就被劃分來這一類 那這樣的分類方式呢 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不知道 有時候它可能是有加一些雜訊在裡面 其實應該過去一點 那不小心被劃分過來 所以它硬是把它分錯 可能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好 所以我們這個很簡單 就把這個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y 講完了 所以最重要呢 就是在這裡 我們剛剛先講過 資料一進來 找最近幾個點 然後根據這最近幾個點類別 這個就是所謂的training data 你來訓練用的 那我就知道 新進的這一點 它應該是屬於哪一類 所以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網頁說明 網頁說明呢 在 Pattern Recognition 的第一小節 第二小節 這邊就有特別提到 就是K-means classification 那這邊有一些範例 範例跟你講說跑出來的結果 像這個 跑出來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圖怎麼畫出來 然後怎麼算這個 這個叫 confusion table 它用的是 dataset 叫 iris 的 dataset 那 iris 的 dataset 那 iris 的 dataset 事實上就是 你去收集 iris 是一種花 叫做鴛尾花 那每一首鴛尾花 你把它拿來呢 你可以量它 花瓣的寬度跟長度 然後量它 花二的寬度跟長度 所以一朵花 一朵花呢 就用四個feature來代表 四個特性來代表 那你總共可以 類似這樣子 就有人這樣去 夏威夷收集 收集了150朵花 那150朵花 它就這樣把它慢慢把它分成三類 那每一類各有50朵 那它就把這個每一類各有50朵呢 就把這整個 dataset拆成兩部分 一部分叫做training set 一部分叫test set 那利用training set去造出一個分類器出來 那我們在這裡分類器就是 one nearest neighbor 那總共有75點 75朵花造出一個分類器 另外75點來測試你的分類器準不準 所以在這裡可以看出來 這都是花的名稱 但是我也不知道什麼念 這個你去Google上一查 它會跟你講說這個花的形狀是怎麼樣 這讓我網上也有放 那你按照one nearest neighbor 下去造出一個分類器的時候 這時候把25朵 你當作測試用資料丟進去 你會發覺25朵全部都分類對了 表示這25朵丟進去之後 都會靠近第一類 那第二類的資料呢 這邊橫列加起來也有25朵 但是呢在這25朵裡面呢 有24朵會不會分類正確 分到它屬於它的類別 但其中一朵會分錯 分到第三個類別 那接著你拿第三類的花 丟到我們的分類器裡面去 也是一樣這邊 橫列加起來總共有25朵 那但是呢 有兩朵會不會分錯 但其他23朵會不會分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類對第一類來講 全部都分對了 但第三類和第四類這兩個 比較容易被混淆在一起 所以最後得到整體的辨識力量是 96左右 96% 那剛剛我們這個叫 confusion matrix就是 這邊有25筆 分 各分到哪幾類 這邊有25筆 你把它橫列加起來 各分到哪幾類 這邊也是 那在這邊呢 這個圖呢 跟這個圖是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它用百分比來看 它這邊一橫列總共有25朵 所以我把這邊全部除以25 這邊就變百分之百 零零 這邊也是這樣除以25 這邊零 百分之十 96 百分之四 除以25 零 百分之八 百分之92 換句話講就是第二類 被分對的機率有百分之九十 但是第二類裡面有百分之四 會被分到第三類 第三類裡面有百分之八 會被分到第二類 所以這叫做confusion matrix 就是說你容易混淆的機率各有多高 那不管怎麼樣 你每個橫列加起來 一定要百分之百 加起來要百分之百 加起來要百分之百 所以這邊加起來要25 加起來要25 加起來要25 加起來也要25 所以這邊加起來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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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要25 加起來也要25 好 那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網頁上的說明呢 我就不仔細講了 這邊就是一些程式碼 跟你講說可以跑哪些東西 像這邊 也是一樣跟你講說 原先資料 長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做K-means 找出四個代表點出來 然後新的資料再把它丟進去裡面 看辨識 然後打X就是辨識錯 有沒有這個辨識錯 這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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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錯的原因只要是K-means 它並沒有把這幾塊 有沒有這幾塊 並沒有有一點在附近把它吃下來 好 所以這邊很快的介紹 K-nearish-neighbor classifier 那麼其他相關細節呢 各位可以看一看我的網頁說明 還有剛剛投影片的說明 那接著我們繼續要回頭看 比較數學的東西 就是 我們上次講的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我們直接從頭影片來看好了 我先把這一份關掉 那你可以在 對 我們這邊是直接跳到 PCA在這裡 LDA在這裡 我們今天重點 就是要講PCA跟PCA for face recognition 我們先看PCA 這等於說再複習一遍 一樣這些程式碼呢 其實我 就是盡量 已經盡量少花時間在講解程式碼 剩下各位應該都要能夠了解 這些程式碼代表意義是什麼 但重點呢 你必須了解這些原理 先了解這些原理 然後再回頭看程式碼 你才會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 我們先直接看投影片 哇 還有這些動畫 我以為已經拿掉了 這個 這個投影片是很久以前的投影片 那時候 十幾年前 PowerPoint剛出來的時候 哇 覺得好新奇喔 每一個東西我都把它加上動畫 然後咻 飛來飛去 咻 飛進去 飛出來 但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現在看起來都是多餘的 你要報告嘛 你就把這些東西報告出來 那些動畫其實都是有點多餘 除非你要講解很複雜的概念 需要一步一步說明 那有動畫呈現 那才需要動畫 不動畫其實不需要 那 剛剛同學在講PCA的全名是什麼 全名在這裡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這考試也會考 所以各位要知道 因為這邊有一些特殊的名詞 你當然要知道 因為 在不同的領域講不同的行話 譬如說我講PCA 在這個 Pattern Recognition或統計裡面 大家都知道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好 我們這邊PCA很簡單再說一遍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非常有效的統計的方法 把Dataset Dimension把它壓低 原先Dimension呢 可能很大 至於多大呢 我們剛剛 待會看到我們那邊有範例 有人臉辨識的範例 你就知道它Dimension有多大 Dimension大概有1萬左右 每一個項量長度是1萬 那你要把它壓壓壓壓 壓到很小 那不重要的東西就把它砍掉 好 那麼我們只要把一些不重要的Dimension 你把它投影過後 有些Dimension 你就可以把它拿掉 那它的好處呢 我們還能保持它在空間中的相互的位置 他們距離的關係 還是會盡量保持越多越好 那應用呢 可以用在Image Data Compression 和Pattern Recognition等等 那它的特性呢 它是特別 Design for Unlabeled Data 這是什麼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資料過來呢 我不會用到你的類別的特性 我只是在用到這些資料全部過來 還在空間中分佈的特性 我並沒有根據說 這是第一類 這是磨磨磨 這是磨甲 磨椅 磨柄 的人臉 那我就根據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情 並沒有 它是把所有的資料全部抓過來以後 那一次去做Projection 非常保持每一個資料點在空間中分佈的特性 那另外一個特性呢 是它是 事實上就是在做Linear Transformation 各位在學線性代數的時候 我們不是一直講Linear Transformation 所有的A乘上X 一個大A矩正乘上一個X 它就是在做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我們這邊做的事也就是一個Linear Transformation 所以它有一個非常solid數學的背景 非常 而且要用的時候其實是蠻簡單的 那麼Problem Definition 這裡就說明說我們有所有的資料點 這邊有X來表示 X1 X2 總共有M個資料 那它的第一個我們要把它平均到 讓它平均值等於0 所以平均到這個位置 譬如說原點在這裡 譬如說有這個資料你可以看出來 散的最開的方向大概就是這個方向 比較少的方向大概就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要把這兩個方向分別找出來 這個次序不太對現在字才跳出來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 所以我大概很快再講一遍 假設 我們上次用A A等於這個東西 這每個X1 X2都是一個向量 那它的維度是D by N 假設這邊是它的總共維度是D 那總共有N比資料 那N通常比D大很多 但有時候也會有例外的情況發生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dataset 總共有N比在上面 那我上次講過 我要把它投影到某一個方向 就是譬如說投影到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叫U的話 它的內積就是X1T乘上U 這就是投影量 這也是投影量 所以N比資料我總共有N的投影量 那我就可以寫成矩陣的方式 等於X 把這X transpose再乘上U 但不要忘記喔 這還是一個向量 但投影完以後 我上次講過 投影有正有負 那你都要把每一個compose 再把它平方嘛 所以我們的目標函數呢 是square sum 目標函數就等於這個P P這個向量每一個元素的平方 所以等於P的transpose乘上P 所以P就是XT乘上U 所以XT乘上U的transpose 再乘上XT乘上U 然後把T放進去的時候 前後要翻一遍 所以T放進去變UT UT在這裡 T放進去這裡面 再transpose 就變成這個東西 所以最後得到UT乘上X 乘上XT乘上U 不要忘記喔 這是一個純量喔 這不是一個向量喔 所以在每一個步驟 你要了解很清楚哪些是純量 哪些是向量 但是呢 我們講投影的時候呢 我這個投影的方向呢 我只要方向就好 它的大小不重要 所以投影量在這裡呢 我的U呢 必須限定它的長度等於1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 轉換成目標函數 把它的constraint加進去 就UT乘上XXT 加上Lambda乘上E-UTU 這個是constraint呢 就保證它的長度呢 永遠是1 其實這裡面應該再加一個Lambda裡面 Lambda也是可變的東西 當你對Lambda微分的時候 就原先的constraint就會呈現出來 我這個上次都講過 我現在是很快再講一遍 那麼接著呢 那以設定它的gradient等於Z 對U做為分 那就得到兩倍的XXT乘上U 減掉2LambdaU等於0 接著呢就變成XXT乘上U 等於LambdaU 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U呢 就是一個Igenvector 有沒有兩邊都出現 但是這邊是一個向量 抱歉講錯 這邊是一個矩陣 這邊是一個純量 換句話講 就是這個U的向量 經由這樣的linear transformation之後呢 它的方向呢 會和原先U的方向平行 等於說乘上一個Lambda 所以U呢 就是一個Igenvector X乘上XT的Igenvector 那麼Lambda呢 就是對應的Igenvalue 但是當U是Igenvector的時候呢 注意一下 你把它帶進去 那麼Ut乘上XXT乘上U 這個東西呢 X乘上XT乘上U 這個東西呢 有沒有又等於這個東西 就把這帶進來 變成Ut乘上LambdaU 那因為Ut乘上U等於1嘛 所以最後就得到Lambda 所以換句話講 你看在 只要U是一個Igenvector 它的投影量 有沒有 這邊就是投影量的平方和 就等於它的Igenvalue的值 這是最厲害的地方 剛好很神奇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我的投影就變得很簡單 我投影到 讓它投影量最大方向 我就找Igenvalue最大 最大的Igenvalue 所對應的Igenvector 就是我要的U 這樣聽得出來嗎 你看我們可以把 譬如說 我最後可以找出 N個Igenvector 它對應的Igenvalue在這裡 那我把它排序排出來 Lambda1最大 次大 第三大 第四大一路排出來 那我要找投影量最大的方向 就是對應到Igenvalue最大 它所對應的Igenvector 就是我要的U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就等於說 根據這個方式 我就可以找到一個方向U 我所有東西投影到這上面 它的投影量為最大 那U 第一個呢 U就是它的Igenvector 那它的 這個Igenvector 它所對應的Igenvalue 必須是最大的Igenvalue 那這時候整個投影量也就會等於這個Igenvalue 那當然這是一次而已 我說我投影到這個方向 好 投影量最大 那接著要投影到第二個方向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說 可能你這個Data Dimension很大 可能有譬如說1萬 你投影到第一個方向 我知道投影到這裡 好 散得最開來 那接著我要找第二個方向在哪裡 那事實上第二個方向就會對應到Lambda2 的Igenvector 第三個方向對應到Lambda3 的Igenvector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我們先 這邊已經知道 投影到一個沒有問題 在這個方向 我的投影量是最大 因為我選的 因為投影量等於Igenvalue 那我選的Igenvalue是最大的 所以投影到那裡 它的投影量 應該簡單 明確講是投影量的平方合為最大 但是在做第二個投影的時候 在做第二次 第一次投影我就直接找Igenvalue最大 所對應的Igenvector 但我只要找第二個投影量的時候 我假設第二個投影也是U 那麼U要滿足什麼條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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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投影呢還是Ut 這個還是它的投影量的平方合 但是呢第一個要滿足這個U呢 這個U呢 比如說加上α 它還是滿足它必須長度等於1的條件 但是呢它還必須滿足第二個條件 是必須和 UtU1-0 這個呢就表示說 這個東西必須等於0 我必須和U1垂直 U1我已經找出來了 有沒有 U1就是這個方向 好 投影量最大 我知道了 但是U2在哪裡 我要找出另外一個方向 讓它投影量為最大 而且它的長度等於1 而且必須按U1垂直 那你再往下找 這邊就有一些數學在上面 你再往下找就發覺 這個第二個U 就會變成U2 對應到第二個 eigenvalue 第二大 eigenvalue的 eigenvector 好 那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一樣你就直接對它微分 取它的T度 就兩倍的AATU 減掉兩倍的αU 加上βU1 這東西要等於0 這東西要等於0 那我目標是要把 把U找出來 那這時候呢 我可以把這個式子 全部乘上U1 我直接把U1乘上去 就會得到兩倍的 事實上是U1的T U1的T A 減掉 加上 要等於0 看得出來吧 我把U1 直接乘到上面去 乘進去了 這時候呢你會發覺 這個東西是0啊 對 這東西我就跟它講說 當初就是要滿足這個限制條件嘛 它必須跟U1垂直嘛 U必須跟U1垂直 這東西等於0 那這個東西呢 等於1啊 有沒有我們剛剛講 U1是一個 前面找出來的 U1是一個 長度等於1的向量 那麼這裡呢 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A A T U1的T 對不對我把T放進來 T放進來跑到這裡來 T放進來擺在這裡 T放進來擺在這裡 當T放進去的時候前後次序要對調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U1我已經知道 這個U1就是對應到 我最大的 eigenvalue的 eigenvector 所以這個東西呢 又等於 Lambda1U1T Lambda1U1T呢 你看這個東西 跟這個一層次起來 有沒有U1T乘U1 必須等於0啊 因為是垂直的嘛 所以這整個式子呢 剛好都等於0 這個也等於0 這個也等於0 這個也等於1 最後的角色 Beta要等於0 那一旦Beta等於0的話 就不用看了嘛 Beta等於0 這個式子就不見了 不見了 那又剩下前面這個式子 Beta等於0 這東西就不見了 剩下前面這個式子 所以最後這個式子出來 就會變成AATμ等於α AATU等於αU 這個是又回到原先 跟這個式子一模一樣 有沒有 跟這個式子又是一模一樣 抱歉這邊用X 我這邊用A 不過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兩邊的notation不太一樣 所以我立刻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要找的第二個方向U呢 它也是一個 eigenvector 而且必須跟第一個 eigenvector垂直 然後它的投影量會等於它的 eigenvalue 那又是 eigenvalue eigenvector的問題 所以前面已經找出來一個了 所以第二個你找出來的方向 一定是對應到第二大的 eigenvalue的 eigenvector 所以你就一次這樣一路 你可以繼續列下去 那你找到就是對應到這邊呢 U1 U2 U3 一路找到就是這幾個 eigenvector 所以這整個PCA為什麼會這麼有名呢 就是數學上它剛好很漂亮 可以把它解出來 然後就可以得到很漂亮的結果 並不是所有的數學問題都可以解出來這麼漂亮 有些數學解出來都是亂七八糟 髒七七的 那邊有一個公式 那那類問題 現實上碰到數學問題大部分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數學問題是剛好是一個很乾淨 有 eigenvalue eigenvector 就可以直接用上去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一下 你說再繼續加下去的話 譬如說再加一個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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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再繼續加 假設 U2 找到了 U2 在這裡 剛好是第二個項目 那再下一個式子就是 不但要跟 U1 垂直 而且要跟 U2 垂直 那你就再繼續沉進去 就會發現很多通通是0 所以就知道說 我就必須要找的東西就是 就是 A 乘上 AT 或是 X 乘上 XT 的 eigenvector 那就一路往下走 來 同學這邊還沒有其他問題 其實我們這門課講的數學其實不多 其實這邊算是數學比較多的部分 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 考試其實也就考這些東西而已 好 所以我們再回頭再歸納一下 我們這個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的步驟 進來的資料呢 我先把它 找出平均值出來 這是 mu 這是平均值 然後平均值呢 我再把它剪掉以後 找出那個 covariance matrix 其實這個有沒有除 n 都無所謂 得到的結果都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是不重要的 但你把它除到 n 就等於對應到統計裡面 這個叫做 covariance matrix 這個事實上就等於 a t 乘上 a 抱歉 a 乘上 a 抱歉 a 乘上 a t 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的 a 乘上 a t 那你把這個東西除以它 data 個數就變成我們的 covariance matrix 在這裡 接著呢我們要找出來這個 covariance matrix 的 eigenvalue 和 eigenvector 那找到它的 eigenvalue 以後 我把它排序 譬如說從大一路排到小 那對應的 eigenvector 我也把它排序 u1 u2 排到 ud 那這就是我要的投影的方向 你可以投影到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方向 第三個方向 一路投影下去 那這剩下就是說我要投影到幾個方向 我如果今天要投影到兩個方向 我就抓兩個就可以了 抓這兩個 我要投影到三個方向 我就抓三個向量 投影到四個我就抓四個 好 那新的向量呢 它的經過你的 transformation 之後呢 它的值是多少 那就是 ut 乘上 x 就是你原先 x 譬如說是一個 一萬圍的向量 那假設 ut 是一個一萬圍的向量 你只要投影到二圍 直接要投影到兩圍 那不是 u1 也是一個一萬圍 u1 也是一萬圍 那我只要投影到兩圍 我就抓兩個就可以 後面就不要了 那把這兩個 transpose t 在這裡 transpose出來 那 x 也是一個一萬圍 那這樣一層一層 最後只剩下兩個兩個元素 這樣就是整個就 projection 就 project 過去了 那這邊還有一些數學的細節 就是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各位我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a 乘上 at 這個是 symmetric 是一個對稱的矩陣 那對稱的矩陣有什麼特性呢 對稱的矩陣的特性就是 它的所有的 eigenvector 都是兩兩互相垂直 這個有沒有印象 但說實在我也忘記怎麼證明了 所以有沒有熱心的同學回去幫我證明 請找一下 然後下次至高奮友 上課來講一遍說 如果對一個對稱的矩陣 它的 eigenvector 一定兩兩互相垂直 來說明一下 我們就算發問 你們都好像都還沒發問嘛 副教那個發問名單 再把我準備一下 我們已經快到期末了 我現在開始點同學他在做問題 做一些簡單的細題 那麼他除了 這個是 symmetric 那他的向量呢 eigenvector 都兩兩互相垂直 而且他的 eigenvalue 都會大於等於0 這完全滿足我們剛剛的條件 他的投影量 分別是λ1,λ2,λ3等等 那投影量一定是正的嘛 因為我的投影量 是有把它平方再相加 所以對應到他這邊的 eigenvector I mean eigenvalue 他一定是大於等於0 如果他是full rank 他不是single的話 他的 eigenvalue都全部會大於0 那如果譬如說 這個假設是一個 這是一個d by d的矩陣 如果他的rank等於1 等於d 那我就可以抓到第一個 大於0的 eigenvalue 如果今天rank只是等於不到d 譬如說rank只有3 那我的 eigenvalue 雖然抓出來有第一個 但是只有三個不是0 其他會通通是0 就是我會有這些 蠻多數學性質在上面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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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